圣子 都这么长时间了 还在这里等吗 难不成就在这里站一宿吗 您身份尊贵 不如先去客栈歇息吧 孟珠 一起去附近的客栈如何 也好让你们白家的恩人 住得好一点 这个 多谢圣子好意 天快亮了 就不麻烦圣子了 这位兄台 孟珠毕竟是女儿之神 和你在一起夜宿破庙 有些不妥法 大胆 我家圣子在和你说话呢 算了 此等小人物 不和他一般见识 天晴了 出发吧 圣子 这里泥泞不堪 越走越荒凉了 孟珠 你们这是要迁往何地 昨晚圣子也看到了 此地有妖邪作祟 我打算前往事发地 解决此事 此地的妖邪敢自称妖黄 当真是不自量力 待找到那妖邪 我为孟珠妹妹除掉它 好累啊 不好 有人摔倒了 在这里歇息下吧 姑娘 你没事吧 我扶你起来吧 多谢公子 我没事 去打点水做饭 好 等等 兄台 这种活 以后不用孟珠亲自去做 交给下人们就行了 去打水 泡一壶好茶 慢着 你没有听到本圣子说话 圣子 陆尘吩咐我做事是应该的 不可 你叫陆尘是吧 听孟珠说 你是他的恩人 我关你修为不深 想必 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之人 这样 本圣子送你黄金万两 现在离开孟珠 可好 我给你黄金万两 现在闭嘴可好 你以为你是谁啊 瞧你这身喊三样 你拿得出黄金万两 给他们 好吧 这是 紫兰灵草 极其珍贵 一般只有大教圣地才有终枕 就是本圣子 一年也得不到即可 确实价值万金 木珠 这是陆尘的东西 确实是陆尘的 这种灵草 它还有 圣百珠 这怎么可能 好了 我先去打水了 超不错 但是火候不到位 下次不要用开水抛肠 竟然把白小姐当丫鬟使唤 简直是岂有此理 圣子 这个陆尘太嚣张了 就是 圣子你一直追求白小姐而不得 她如此做 不就是在打圣子你的脸吗 珠嘴 梦珠冰雪聪明 这么做 自有她的道理 我们先静观其变 公子 喝碗粥吧 我家圣子吃的是穷江玉露 岂能吃这种繁俗之物 住口 多谢秋剧姑娘 姑娘有心了 不用谢 公子之前帮过我 应该的 可否麻烦姑娘 为我讲讲你之前遇到的事情 不麻烦 我这就为公子讲 公子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岂有此理 这陆尘明显是仗着对白家的恩情 让白小姐 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圣子 那陆尘并无特别之处 直接动手把她 去离白小姐身边算了 秋剧姑娘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公子 秋剧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秋剧现在不想再回到那个村子了 那你可愿以后跟着本圣子 愿意 秋剧愿意侍奉在公子身边 好呛人 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你先去西巴里 水已经打好了 就在你旁边 收入也马上好了 很好 早饭好了 你可有怨言 哼 要不是看到过你之前的表现 我何止有怨言 我都想 算了 反正我现在也想通了 就按照你所说的做下去 看看你到底要干什么 吃好了 出发吧 是 慢着 路晨 秋剧村子要挟的问题 本圣子来解决 不用你带着梦珠东走西窜 此事与你无关 谁说和我无关 现在秋剧跟随本圣子呢 也就是他现在是本圣子的人 他的事情自然是本圣子的事情 反而你现在是一个外人 此事和你无关 你也就不要再利用你那点可怜的恩情 要挟梦珠妹妹了 秋剧 秋剧 现在听上次的 秋剧 你不和我们一起吗 我和路晨在帮你 对不起 白小姐